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小小 這經由這個老師 調整了以後 他要去哪裡呢 太熟了 年輕多了 就是也是一個派對的概念 因為他可能不是那種 走這種性感的路線 而且他已經展了這個頭髮 所以我覺得個性 是打扮他的一個感覺 好看耶 對 那我覺得 第一個我就是讓他穿的外套 其實像剛才佩潔她穿的這個 黑白踩腳步 踩腳步 真的是今年還滿流行的 對 是滿流行的 就是走這種比較有分量感的外套 所以像今年很多這種 穿起來你就很像泰迪熊的毛 而且很溫暖 所以裡面脫下來就可以是夏天 好 可以脫了 好 那他的部分呢 因為其實他的身高並不是很高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讓他有腰圍出來 對 那就讓他塑造下半身是比較修長的 那我覺得蓬蓬裙呢 但他又不能穿太長的蓬蓬裙 像飲料不行 對 不行 這樣比例也會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年輕 還是要俏麗 所以我就幫他打扮 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的皮膚是比較黃 對 所以我就讓他是帶金色的配件可以提亮 對 所以 他這樣反而看起來是那種小麥膚色 很健康的感覺 他頭髮也很適合 對 就變了 剛剛覺得怪怪的 現在就不覺得了 上衣呢 因為他比較搖滾那種個性的打扮 所以我就不會找很普通的 就是稍微有一點手繪風 然後的感覺 然後上面也有一些很可愛的圖案 把他內心的這種個性跟可愛 有一點點讓人家看到的感覺 但是我下面幫他配了一件 一條網襪 那因為網襪多少 還是這種派對的時候 滿可以出籠的一個單品 尤其在今年 因為今年的鞋子跟都很粗 然後都很有個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年要嘗試一些 比較個性的鞋子 其實這種比較林格文的網襪 是就是腿不要太肉的人可以嘗試 然後其實今年也滿多這種短襪 是有這種金蔥 銀蔥 其實也滿派對的 像我覺得派對最重要的是配件 所以像我覺得今年那種金色 大 誇張的耳環 我覺得滿適合的 譬如說像他這樣 可是我現在都比較不能戴 我很小時候很喜歡戴 像今年真的滿多這種 比較誇張的配件 很誇張的項鍊 都是可以給大家在派對的時候 其實就是衣服很簡單 你可能只是露個肩膀 然後因為今年不是很流行露事業線 所以你其實就是露肩膀 或是一字領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一些大配件來 點對一下 就是來把派對的精神表現出來 那還有我覺得今年到是 大家可以嘗試的是手拿包 很容易被騙走 對 那手拿包好不方便 真的酒就好害怕不見 這個 對 你就不能亂放 然後這種是還可以 掛在身上 這種的話就 這種毛毛的去一次業績就毀了 為什麼 不是那大配的酒 這個是可以掛在身上 因為現在手機都很搭 你穿這種膨裙絕對沒有口袋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放放唇蜜 然後或者是手機補妝的 一些小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像這樣子也是 但是這個是那個 可以背的 也是可以背的 所以其實現在都滿兩樣 因為今年我真的看 很多我兒子的同學 他們假日穿牛仔褲 出來就是帶這樣的包包 年輕人這樣拿一個手拿包 是滿酷的 其實是還 我們是覺得說不能背 那你很多東西不知道要拿哪裡 可是 可是真的很時尚 小女孩就很喜歡 這個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 這個太可愛 這個也是 你就覺得好溫暖 對 比較派對風 還滿好看 人家放在沙發上 會不會覺得是影片 對... 會好 你比較不會衝 其實通過又很方便 好可愛 所以我覺得這有一點趣味的 在派對上可以聊天 好